各位大家好 大家现在看到我背后的景观 它其实是Carrie Downtown这边一个广场的一个位置 它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广场 那我今天给大家拍摄这一期的视频呢 一方面是给大家看一下Carrie Downtown的这个一个景观 另一方面呢也给大家介绍正好是圣诞节了嘛 它有很多圣诞的一个装饰 包括有这个灯会点起来 让大家感受一下在美国这边的这个圣诞节的一个氛围 春夏天还没有黑 我给大家拍一下两边的这个建筑 如果在正常的这个白天的话 看起来它是什么样的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呢 是它的一个教堂 一般在圣诞节这边 它都会有一个这种圣诞的这种活动 非常大的 那这个区域呢 就是Carrie的Downtown比较老的这个Downtown的这个区域 你看它这个建筑啊都是还是有一些年代年代感的 马上圣诞节了很多的这个灯都挂起来了 非常漂亮 那对面这栋建筑呢是一个酒店 现在这会儿呢 它的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啊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些灯已经亮起来了 等一下天暗下来的话呢 整看整个这个街道 那个路灯上挂的这个这个灯啊 灯环非常的漂亮出来 非常的漂亮 那两边有些是住家 有些是有历史建筑的这种 拿来用来做办公室的也有的 看这个灯这样做出来 前院啊挺漂亮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图书馆 它这是一个老的图书馆 你看那两边都是这种比较老的这种房子的建筑 这都是住家的 前面大家看到这栋特别大的这个 是它的一个艺术中心 它这条路是它那个比较 当它比较繁华的 算是比较繁华和主要的一条路了 大家看这就是 它新建的这个公共图书馆 这些都是可以免费进去的 你可以免费在里面办一张这个图书馆的这个卡 你每天都可以来 只要你有时间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就是 我刚才给大家做我背景的这个 一个广场小广场 非常的漂亮很干净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的圣诞树已经点起来了 那个灯已经点起来 非常好看 大家看 这边中间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灯光烹泉 大家看现在天暗下来了 这个灯啊 我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一路上看过去的 很好看啊 这个灯晚上出来 你看这个路灯的那个灯环 它在一路上就这样子挂过去 也是很好看的 像你看这种边上的这个建筑 其实它都已经是作为一个公司 像一个办公场所了 以前就是住宅 这应该是一个这是一个餐厅 你看原来它是这种住宅 现在改建成餐厅 非常漂亮啊 这个是一个酒店 Hotel 其实Downtown这边 它还有边上的一些支路省的 包括这个市政府啊 它那个Carrie市政府啊 就在边上的这个路 但我今天晚上就不去拍了 主要给大家拍一下 这条路上面比较好看的这个灯光 你看它这个房子 都会做一些这样的灯光装饰啊 就显得比较漂亮一些 这个圣诞树边上都这个 就围着一圈的这个灯 这样闪很好看 你看这个也是啊 它边上做了这样的下面的一个灯 点缀在这个上面 这也是一个像家庭旅馆一样 这边是一个邮局 这也是一个教堂 它有专门那个孩子活动的 这个中心教堂里面提供的 像这边都两边都有一种小店 你看它有走进去 你看它有一种小的店都在里面 像这个就是要很小的一个小广场 就是下班时间现在所以它的很 有一些公交车啊 在这个点上面还是比较多的 像对面它是一家 是卖那个药的那个店 你看它这种建筑就比较老一些 就这栋建筑里面 对面是一家银行 这家银行比较台大气粗一点看车 当上这种公交车它基本上蛮多公交车都会路过的 这个是喝酒的这个店 这个就是Carrie的这个饮院 它两边都有这样的这种小店啊 看到了晚上很热闹的 这是一个烧烤店餐厅 这栋楼它是一个有office啊 有这个餐咖啡馆啊什么的 集合在一块的这个一栋建筑 大家看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整个街上的这个灯全部都亮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拍的这个卖药 卖药的那个药店的正门看着去就漂亮很多 这里看 然后其实这条街往下面走也有很多的这种 local的一些这个店 包括一些什么烘焙店啊 面包店啊 还有一些什么店都是蛮有特色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整个这条街的这个晚上的灯光 这个也是一个卖衣服的这种 卖小礼品的这种店 对象是一家餐馆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Carrie这个Downtown 圣诞节的这个灯光的这个拍摄 那就先到这边 那以后有机会如果说白天我有机会给大家来拍一下这个Downtown的这个建筑什么的话呢 我会给大家再拍一些 那今天主要还是介绍这个圣诞的这个圣诞的这个灯光这一块的介绍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点小铃铛 订阅 在下方点赞 给我留言 分享出去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